向美國認輸習近平對未來的大壓著 中國民眾憤怒了 取消春晚呼聲高漲 還未完 女網重申施解決彭帥性侵案 再考慮中國賽事 普京左右為難 開年三日後接連發生三件大事 樂壇教父顧嘉輝慈世 陶傑探自由不再難有第二個他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5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傳媒4日引述消息報導 由於經濟和財政上的壓力 中共政府可能會暫停對晶片產業的巨額補貼 晶片是美中科技競爭的焦點 亦是習近平一再強調要自力更新 打破卡布紙的關鍵產業 其中承載了中共與美國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戰略夢想 近期 中共在很多政策的實施上都作出180度大轉彎 其真正原因似乎都與經濟衰退和財政危機有關 一句話 中共實在是沒有錢了 美中科技戰是外界持久關注的一個焦點 半導體證日益成為美中競爭的關鍵戰場 習近平多次談到需要有一種緊迫感 來解決所謂的卡布紙問題 他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高層官員 在美國孤立中共的行動當中 實現關鍵技術的自給自足 在2022年10月獲得第三個任期時 習近平誓要加快實施科技戰略項目增加創新 努力完善在全國範圍內調動資源的身體系 以實現關鍵技術的突破並提升中共的戰略科技實力 習近平2022年10月16日 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典禮上表示 中共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 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公關 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 也就是說 習近平要求中共在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方面 現佔據上風 彭博社報導認為 這樣突出北京方面對美國將它 從尖端晶片能力當中分離出來的擔憂 報導說 拜登政府已經採取最激進舉措 阻止中共發展對美國有威脅的科技能力 美國正在努力確保中國公司 不向中共軍方轉讓技術 中國晶片製造商不發展自己製造先進半導體的能力 2022年10月 美國商務部公布了限制向中國客戶 銷售半導體和晶片製造設備的全面法規 對中國晶片產業造成打擊 美國也將31個組織加入其未經核實的清單 其中包括長江全駐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領先晶片設備製造商北方華創的子公司 嚴重限制了他們從海外購買硬件的能力 歐亞集團政治風險諮詢公司中國分析師牛斌表示 對科技的關注反映了習近平壓住創新 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和對西方科技依賴程度 這是他對中國未來的大壓住 然而目前中國經濟衰退的事實和中共政府財政面臨的危機 不僅對習近平的這種科技壓住構成越來越強的約束 亦都對中共其他政策的實施造成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據《華爾街日報》2022年12月22日報道 中共政府放棄清零政策的真正原因 並非全國範圍興起的抗議活動 而是核酸檢測幾乎耗盡財政資金 沒有錢支撐昂貴的抗疫支出 中共央視一年一度的春晚 多數以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為主 正當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蔓延之際 黎民百姓陷於深深的痛苦之中 但中共官方對中國百姓 被受疫病和死亡的威脅毫不在意 春晚仍在加緊排練當中 12月26日 央視組織2023年春節聯夫晚會第一次彩排 《晚會》以《欣欣向榮的新時代中國》 《日新月異的更美好生活》為主題 引發民眾的反感和憤怒 紛紛呼籲取消春晚 《春晚》彩排新聞發布後 網易一篇文章引起迴響 標題是熱議 建議取消2023年央視春節聯夫晚會的呼聲越來越大 不過很快被下架 評論中有網民哀悼說 無數老百姓苦苦等不來一二零急救車 一張張有名有姓的庫告密密麻麻 身為北京人 但凡還有一絲的人性 有什麼免炫耀所謂的北京節日煙火起 網名比爾太賜的博主說 一群有私人飛機 別墅的人抓我發財 一群享受國家醫保的抓我身體健康 事實中的我日日為了貸款仇白了頭 有病我不敢入醫院 這篇文章吸引3萬人共鳴點贊 融資界網絡集團董事長董麥芯在微博發文 建議取消2023春晚 指2022年是混亂和悲哀的一年 微博網友1點破話要取消新年跨年和春晚 向那些近日死去的同胞麥哀致敬 官員要謝罪 熱點Hot News留言表示 打開電視只要換台避免不到看到春晚 考慮到無數家庭的悲痛的確應該考慮取消 如果共產黨決定喪事起辦 那就真是太無人性了 作家高佛林在Twitter轉發嘲諷春晚的貼文 春晚題材已經預定 晚會上半場歌頌封控 晚會下半場歌頌放開 贏罵了這個主題貫穿全場 還有網友表示 20年前開始不看春晚 再後來家有線電視直接申請停機 拒絕洗腦 世界女子職業網球比賽的管理機構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 星期三1月4日發表聲明 強調國際女子職業網球比賽 何時重返中國 取決於中國著名女網球運動員 彭帥的性侵案何時得到解決 路透社星期三報導說 WTA至今為止 尚未能與前雙打世界冠軍彭帥 進行過面對面的會晤 2021年11月2日 彭帥在微博上發文 披露他遭受70多歲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前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勝侵的經歷 鐵文很快在中國國內的網絡上被刪除 他本人也旋跡消失 隨後在國際開始向中共施壓 追問彭帥下落時 在北京東奧會期間 他在官方安排好的場合路過幾次面 張高麗並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調查或處罰 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在北京舉行時 張高麗仍然坐在主席台上 WTA出於對彭帥安危的擔憂 在2021年事發後 立即宣布暫停在中國的所有賽事 這個決定意味著女子場回賽 在轉播和贊助上的損失金額達到幾億美元 WTA在星期三的一份聲明中說 WTA在返回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只確認了我們在2023年 美國公開賽之前的各項賽程 WTA在去年公布2023年度臨時賽程時 比賽排期只安排到今年9月 沒有明確說明是否在中國安排比賽 WTA的最新聲明說 重返中國的比賽需要解決彭帥的問題 她公開指責一名中共高層領導人性侵 這是一種勇敢的行為 聲明說 就好像我們對待全球其他運動員一樣 我們呼籲對應的機構對指控正式調查 同時讓WTA有機會和彭帥私下見面 討論她的狀況 WTA表示 他們已經收到彭帥的確認消息 她目前生活安全、舒適 但還沒有機會和她私下見面 WTA聲明說 我們繼續堅持我們的立場 我們依然惦記著彭帥 WTA為解決問題再繼續努力 聲明最後重申說 雖然我們一直表示 希望能夠在該地區再次舉辦WTA賽事 但我們不會為此而在創辦終止上妥協 2023開年 世界多個地方已經燃起燒煙 俄烏戰爭再次升級 俄日局勢糾然緊張 以及以色列對敘利亞無預警開戰 三大軍事衝突接連發生 而且都與俄羅斯有關 普京恐怕陷入左右為難的局勢 烏軍使用美國提供的海馬斯火箭炮 打擊對列茨克地區馬克耶夫卡 導致俄軍重大傷亡 俄軍在1月3日時面臨至烏俄戰爭開打以來 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 俄羅斯國防部說 烏軍使用美國提供的海馬斯火箭炮 打擊對列茨克地區馬克耶夫卡 導致63名俄國軍人死亡 雖然俄羅斯以防空系統攔截其中兩枚火箭彈 其餘四枚仍然直接擊中目標 據消息指出 本次傷亡是由於俄軍士兵 大量使用智能手機遭到烏軍精準定位所致 而烏克蘭就聲稱大約有400名俄羅斯士兵死亡 另外有300人受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加速向軍事化過渡 先前俄羅斯進行太平洋演習過後 日本亦在俄羅斯邊境附近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而且日本在2022年12月時公布計劃 在靠近俄羅斯的邊境地區裝備高超音速武器 顯示日本已經明確將中國、俄羅斯和北韓 納入其高超音速導彈的打擊範圍 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魯登科表示 這是對俄羅斯安全的嚴重挑戰 並警告如果日本持續這種做法 將會採取報復措施 以阻止日本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 此外以色列在1月2日向敘利亞不孫而戰 當日凌晨以色列空軍對大馬士格國際機場 及周邊地區發動導彈襲擊 造成兩名敘利亞軍人死亡 另外有兩人受傷 也導致機場停運幾個小時 敘利亞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這是對敘利亞及其人民的直接攻擊 敘利亞人民堅決捍衛國家獨立、領土完整 反對干涉本國內政 2023年才剛開始 普京就已經陷入連續幾個息息相關的兩難困境 首先烏鵝戰爭已經陷入 長期抗爭 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援在戰事上的效果 已經逐漸顯現 俄羅斯已經逐漸陷入劣勢 在這個情形下 普京需要考慮的是 持續戰爭將會對俄羅斯帶來多少損失 以及國家是否仍然能夠承受長期戰爭 其次以色列和敘利亞的衝突 也將會讓普京陷入困境 敘利亞和俄羅斯一直以來都相當友好 但其對手以色列是西方國家的保護對象 如果是為了敘利亞進攻以色列 俄羅斯本土可能遭受來自西方更加直接的攻擊 第三 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加速進展 讓俄羅斯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感 日俄兩國的軍演是否會進一步升級為實際衝突 由未可知 令普京不得不隨時應對局勢的變化 香港著名音樂家顧家輝1月3日 在加拿大離世 享年92歲 顧家輝1931年生於廣州 抗日戰爭爆發後舉家移居香港 1961年顧家輝以作品夢 參加肖士電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賽 正式開始其輝煌音樂生涯 同年他得到邵逸夫資助 前往美國學習音樂 學成之後 在肖士以及家和電影公司擔任配樂工作 顧家輝善於作曲、編曲和指揮 一生創作出超過1,200首歌曲 被譽為樂壇教父 七、八十年代 他寫下大量家傳戶曉的《不冷名曲》 包括《獅子山下》、《上海灘》、《兩亡煙水女》等 期間他與已故著名田馳人王瞻合作無間 被奉為輝煌組合 90年代起 顧家輝淡出樂壇 長居加拿大溫哥華 1997年 顧家輝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頒發音樂成就大獎 2011年及2015年 分別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獸終身成就獎 和特區政府頒獸金子經勳章 文藝界人士紛紛對顧家輝離世表達怨色和悼念之情 填詞人王偉文在社交平台上載和顧家輝的合照並留言 走好偶像 你的作品是香港人的寶藏 廣東歌聖山上的標誌石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